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员们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突破自己 全新演绎经典剧目 《无间道》是一部充满情节冲突的经典动作大片 而在《无限超越班》中的《无间道》剧组 也同样充斥着精彩的幕后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把戏对一下 好 来 这次我们比较 然后说什么来着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跟我回去进去开会 钥匙 算了 我已经够糗了别连累人家 啊 我能讲一下再来一个吧 好 回来 紫薛 啊 你这个丢啊 你刚刚是这样的 你这样丢又丢不到她脸 没用了 要么就是丢到她脸从她脸刷过 很好看 要么就是 放了就好 好 不需要用力 对不对 自然就好 来 二斤一次 来 二斤一次 听我的 跟我回警局 钥匙呢 算了 我都够糗了 别连累她 这可以过来 这很想跟你们研究一下 老师舒服点吧 这样的 干干净净的 舒不舒服 我告诉你 眼睛有两种 一个是阴眼眼的 一个是正开眼的 眼睛有小一点 去眼或者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要皱油才力 放松了一点 好 这可能是一个习惯 并不坏 每个人都每个人习惯 但是 这也是很自然的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眼 两个人眼睛啊 那个眼睛一走那个 那个就输掉了 是啊 是啊 你看 尔导一直在讲 用眼睛来眼神 什么叫眼睛眼神 心里面讲的话 放在眼神里面 去跟他讲话 这才有戏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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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来 那个蒲克那样行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的 如果你这个 是完全可以在脸上插过 那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 今天找不到那个缝 找不到那个缝 就这样就丢出来了 轻塌出去 对 就潇洒吧 好 好 我们俩得互相成就 不然就报看 是不是 这是 我要去执行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这场戏啊 是这样的啊 就是刚才我听完讲完 就是我知道这事 你已经不能往前走了 已经触碰到 不管是人生还是生命的底线 死亡底线 就是要犯法了 根本就怎么着 然后呢 一直我都听你的 这次我不听你的了 我要让你听我的 其实你知道我也为你好 我这么多也都为你好 大概这一句了 再见 二二次 这次我不比大 贴我的 我回几句 来 钥匙呢 我说过我们是兄弟 你出事儿 我会放你的 钥匙呢 听我的 给我回几句 太快了 钥匙呢 可以 其实不用太快 这还是有准备的样子 哎 想想钥匙呢 头两不过是在水 对对对对 你看 这种戏 对对吧 走是看着转身头才转 对对明白吗 我没有去故意去处理你的那种 剃头啊什么 我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反差 就可以了 这也是你演戏的习惯 OK的 只要你同意就可以了 对 我们是兄弟 你出事儿 我会帮你的 钥匙 OK 转头也OK 对对 我们是兄弟 你出事儿 我会帮你的 结效也很好 一直 从第一个镜头到现在 感染了很多 出来 两个人都舒服 都在看你的视野 这条如果在我们拍戏来讲 这条就过了 简直还是很好看 谢谢老爷 没有 谢谢老爷 好好好 特别人 谢谢你 这条唱 这条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